我们如何把馒头蒸得又白又渲软呢? 其实很简单,跟着我们去看看吧 大家好,我是阿忠 天气越来越冷,我们在家里面蒸馒头总是蒸不好 蒸出的馒头不白,不渲软,不筋道 吃起来一点馒头的香味都没有 我们要想在家蒸出好吃的馒头,其实很简单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详细分享蒸馒头的小学兆 好,话不多说,我们开工 首先我们准备800克的面粉 再准备350克到400克的30度的温水 加入8克的酵母 8克的白糖 加白糖的目的是围料浮住,酵母发酵 我们把它搅拌均匀 有许多好朋友在家里面蒸馒头 总是把酵母加到面粉里面 那样我们揉出的馒头不均匀 酵母入温水,给它化开之后 蒸出的馒头更加的渲软,不容易塌陷 好,化开之后,我们把它加入面粉中 好,我们给它搅成这个状态 搅成面絮状就可以了 为什么我们在家里面蒸出的馒头不够鲜软,不够白呢 关键在这里,大家看一下 我们搅成面絮状之后,加入适量的猪油 5-8克都可以 然后,我们再给它充分的搅拌 搅好之后,我们用手给它和成面团 把面揉成团之后,拿出来,放在案板上 我们用力的给它揉一下 这样蒸出的馒头才更加的筋道 接下来,我们这个关键点也很重要 为什么我们在家里面蒸出的馒头不香呢 没有小时候的味道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加入少许的食用碱 一斤面粉,加一克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蒸出的馒头,它更香,更白 碱加多了,面容易发黄 碱加的刚刚好,蒸出的馒头更白 也更加的渲软,有嚼劲 我们一定要把面给它揉透 什么叫手工馒头呢 手工馒头就是揉手,揉力的揉 给它揉上劲 这样蒸出的馒头啊,更加的筋道 更加的渲软,更加的香甜 好,面团揉光之后 我们把它放入盆中,盖上保鲜膜 给它松弛5-10分钟 如果面团不经过松弛的话 我们揉出的馒头都是麻脸 蒸出来一点都不好看 逆中这个时间,我们找一个干净的壁子 上面刷入少许的食用油 一会儿我们称馒头生坯用 不要刷得太多 好,这样就可以了,我们放在一边备用 好,松弛的时间到了 然后我们把面团拿出来 我们再轻轻的给它揉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馒头是不是 这个面非常的光 然后搓成长条 再给它出成剂子 好,10个馒头 搓好剂子之后 然后我们拿出一个面剂子 给它揉成馒头状 大家看一下,这个面非常的光 好,这样就可以了 各位了解看一下 我们揉出的馒头非常的白 非常的光 好,把揉好的馒头放在一边备用 好,所有的馒头生坯揉好之后 我们把它放入蒸盘 所有的馒头生坯白好之后 我们把它放入温暖的环境中 进行醒发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馒头发至两倍大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盖上锅盖 大火蒸8到10分钟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静等馒头出锅 时间到了之后 我们不要急着打开 如果现在打开的话 馒头容易塌陷 我们在锅里边5个2到3分钟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打开锅盖 大家看一下我们蒸的馒头 非常的漂亮 好,我们断出 外表非常的光 非常的白 大家看一下也非常的渲软 好,接下来我们把馒头装入盘中 好,馒头我们摆盘完成 然后我们掰开一个 让大家看一下 各位老板看一下 里边的蜂窝非常的紧密 这样蒸出的馒头啊 它非常的有劲道 非常的香 现在我们拿着馒头就能闻到 馒头的香甜味 非常的好味 闻着就能闻到童年的味道 好,大家看一下 这个馒头非常的渲软 看到了吗 好,我替大家尝一下 非常的筋道 也非常的渲软 后味带一点甜甜的感觉 真是太好吃了 如果你有时间 一定要在家里边试试 这样蒸出的馒头 绝对让你吃出小时候的味道 好,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之多不易 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帮忙点赞,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